911 emergency 欢迎收看本期的游戏不止 我是小一 最近有不少观众跟我说 让我讲一下严真以待中的游戏 骑者游戏去年5月 我就在网上看到预告片 当时觉得还不错 就准备买一个给大伙看看 然后发现只能在他们官网购买 结果当我花了清40美元预购后 让我填了个电子邮箱就完了 我当时的表情就 啊 啥意思 我钱都给了我游戏呢 塔伊塔克夫也是这样买的 好歹也要注册个账号下个游戏 当时买的是标准版 上面写的是游戏 要进入下一个阶段测试 才有体验资格 如果想提早进去玩 那就只有旁边更贵的版本 这样我一路以为自己被骗了 后来这游戏我就慢慢忘了 直到前段时间 我游戏里突然收到这鬼游戏的CDK 游戏上Steam了 这才让我重新燃起希望 然而我去Steam一看顿时傻眼了 瞬间学亏一百多 算了 要是游戏好玩 能帮大家躺个雷也无所谓了 严正一旦目前在Steam上处于EI阶段 因此游戏还有很多细节和玩法 并没有改善 目前游戏支持单人模式和多人合作模式 暂时还不支持PVP 同时还不支持观众 现在有初步的汉王补丁 不过游戏的文本很少 凭借简单的翻译 也不影响游戏的体验 进入游戏后 玩家将来的则是反恐特警队的总部 这个房间是个简报室 旁边则是角色的准备间 总部下方是用于训练的杀户小屋和靶场 以及一个后续可能有用的英灵店 在训练场或准备间 玩家都可以调整角色的整个装备界面 目前绝大部分装备都是解锁的 可供玩家自由的选择和搭配 不过我估计后期正式版本发布后 这些配件会根据游戏的进度 依次解锁 角色的主武器 基本都是一个设计游戏较为常见的自动步枪 冲锋枪 限量枪 手枪等 作为一款CQB等级真战术游戏 值得表现的是里面的装备设计较为丰富 而且够有用途 没有什么积累的东西 比如在长枪那里 除开致命性武器 还加入了低致命性的胡椒粉枪 和毒袋弹珍宝限量枪 让目标失去抵高力后 方便后去抓捕 手枪也配发了之前给大家讲过的 电击太射枪 而且当时我给大家讲太射枪的时候 专门提到过一个细节 就是开枪会闪出大量无彩斑断的纸片 用于后期查证开枪的地点和型号 更厉害的是居然还有DS模式 甚至在机动目标 还会有导电型的连接 这个设计在很多有太射枪的游戏都没有表现出来 严正一代却很无数地还原了这个细节 游戏对门的互动设计较为细致 有些门被锁死 游戏门则能轻易地打开 对于一大门的互动设计了多种可能 例如瞄准门把手按F 能将门悄悄地开挑小缝进行窥探 瞄准上半步则是推开门 瞄准下半步直接暴力踢门 游戏中的战士装备分为大型装备和小型装备 大型装备包含了门下窥死镜 用于窥探门后的情况 有个很细节的地方使门下窥死镜可以在门旁使用 而真实的行动中也是这样 切记不要大大咧咧地站在门口在那看 很有可能里面的人隔着门就是一枪 像之前有一部国产电视剧就是乱整的 一人观看多人为观 最离谱的是这个窥死镜 竟然还有一个灯 都他妈看清楚了吧 专门用于开锁的线烂枪 防弹盾盘 以及用起来擦袋杆的破门锤 在小型装备则包含了主门塞 塞在门封下方使其无法开启 值得使用破门道具才能突入 这东西用途还挺大的 在进攻时遇上多房间的区域 在选定突破其中一间时 可以用它来堵塞其他防门 防止里面的敌人冲出来开门杀 也能用于防御 卡住房门以免敌人突然闯入 对于破门还有C2炸药 威力强大 甚至能对门后的目标造成杀伤 以及让目标快速失去抵抗你的辣椒喷雾 每次任务 大小战士装备都能各选其一 除此之外 角色还能选择闪光震撼弹 通过弹手雷 以及吹裂弹 严阵一代 深步前能将闪光震撼弹 火焰了较为真实的作品 在爆炸后产生的强光和巨像 能对发射类的目标 产生严重的致盲和眩晕效果 如果你灭了闪光弹背身 能对未来减轻闪光弹影响 但依旧无法抵抗 巨像导致的身体失衡 通话弹手雷对于不听旋的暴敏 极极有效 这玩意爆炸 并非如杀伤性手雷才能破片要人命 而是杀出很多象鸟球来攻击目标 击中后打得浑身淤血 让其失去反抗力 方便后续的突入抓捕 还有一个吹裂弹在使用后 能使该区域的目标 产生严重的视觉模糊 以及无法增长操控力的角色 除了武器和战斗道具 投身的装备有实际作用 身上能选择轻重型防弹仪 这点我给大家提个信仰 最好穿重型 为什么我之后再说 头部装备的夜视仪 我估计这个警队的采购 买得到网上的复刻品 夜视效果有点惨烈 游戏中夜战的任务很多 这个破夜视仪成像极差 已经害省了好几次了 除了夜视仪 还有防闪光护目镜 戴上在视野上可以看出效果 并非只是角色外表的装饰 另外护目镜只支闪光震撼弹 能对一位降低之谋影响 防弹面具则是应对刚才的催泪弹 可以不受气体的影响 全然防弹面具配合催泪弹 能对敌人产生压道性的优势 以及还有一个防弹面罩 防止敌人突然给你来一个 头部下午直接报复 游戏的声音做得非常出彩 无论是枪声 掉在地上的弹壳声 甚至在不同的势力环境交谈声 都能听到不同的音效 如果戴上刚才那些防弹面具 或者是防弹面罩 说话的声音也会出现明显的成本效果 换弹也能采用常规换弹 抛弃弹下快速换弹 以检查弹下的模式 从这儿大家可以看出 游戏的装备设计频率众多 而且都不是什么单纯的装饰用途 如果后期开放PVP 玩家之间的对抗在装备的选择上 就需要下很多兴致 也能玩出各种套路和操操作 而且这些都是可选型装备 每名角色还会标配多支爆料型螢光棒 收处带 以开锁和拆弹的工具前 每次任务是由5名角色参与 如果你选择担任游戏 除自己扮演队长以外 还能根据任务需要 给另外4名AI队友选择合适的装备 当玩家完成装备配置后 在准门键的左侧有一个工具台 用于改装手里的武器配件 新阶段也是全解除状态 描具握把枪口雷射手电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改装 还分普通雷射和IR雷射 配件的设计上也较为极选 不过目前游戏并没有提供 这些配件的具体参数 以至于如枪口握把等配件 并不清楚加装后具体的数字变化 估计后续版本 会强化这些枪械的制定器改动 反正现在就是选自己喜欢的就行 旁边还有个镜子 可用于改变角色的人物和造型 现阶段能改的并不算多 最后当我们逛的差不多了 就得到简报时 选择要执行的任务 在桌上 我们能看到一张路上机地图 上面有8个标记的区域 现阶段只有6个场景可供执行任务 分别是居民区 汽车销售店 货运码头 庄园 交友站餐厅和商店结合的服务区 以及一家酒店 每张地图能经营多种模式 当选择任务之后 就需要占了大屏幕前的红地毯 准备倒计时度庙 这次我先给大家详细展示 居民区的嫌犯封锁模式玩法 我们来到任务区域后 按Table能看到本职任务的目标有5个 输清威胁 把整个场景中有威胁的敌人干掉 或者抓起来 拯救里面的贫民和人质 查找和定位该区域中的养除病毒位置 至少活着两名犯罪嫌疑人以便审讯 不能全杀光 游戏的核心玩法和SWAT 以另外一个警察故事很接近 作为这5人小队的队长 你的另外4名AI队友 被分为了红蓝两组 按Z键能发布命令 让其跟随 或者按住鼠标中键 通过上下滚轮 能分别对红蓝两组下达不同的命令 如果让全队行动 就选择黄色的命令即可 这些命令覆盖移动 跟随 掩护 以及根据不同的物体 经营不同的命令 现在我们开始攻坚 当抵达房屋大门后 你的命令会根据当前准行锁子的物体进行变化 比如我们要准房门 就能命令他们准备通过类型 时刻你的队友会去检查门锁 这个地方在很多有CQP情节的电影中都能看到 在检查门锁后 队友会给你立刻反馈情况 有可能门是锁上的 有可能直接就打开 不同的情况 所应对的方式都不一样 然后窥探下门后的情况 发现里面并没有人 下门令让你的小律律突出 下门令让你的小律律突出 接着合理利用命令系统 一次检查突破输清每个房间 大家听我说会很复杂 实际上插作很简单 只需要对着物体下命令就行 冲也是他们冲 挨打也是他们挨打 谁要你是队长呢 从这里就能看出命令系统 是这个游戏的关键核心 合理的下达生确的命令 能确保全队安全顺利的完成任务 进入房间 能发现一些混乱的人质和平民 对着他们按F 喝止和震慑他们 让他们立马跪下高举双手 余爷平民会乱跑 余爷会输入旧情 在他们混下后 就能用搜索带将其控制 并汇报给指挥中心 获得得分 每个目标都隐藏的压力值 有些人很脆弱 你吼他一句就吓着了 有些人你不给他几枪吓他 是掌握不住的 逮捕也能命令队友进行操作 对于新手而言 我非常建议你让队友去进攻 因为这游戏的敌人有点厉害 稍有此疑一枪就给你秒了 因此对于新手而言 最好穿重型防滥仪 这样不会直接摆给 每当一个房间出现完毕 你可以丢出一枚荧光棒 来标记此处于安全心理 甚至你的AI队友也很智能 他们在肃清后 由于自己丢一根来帮你标记 而且命令系统还有个好处 如果该区域有需要收集和汇报的物件 可以交给队友来处理 只需要一个命令 你的队友就能把这些东西全部找起 并打包好 就这样 我们开始对这个建筑组成的清理 不少地图并非只有单个的建筑 而是一整片区域 游戏的通关机制使尽可能多得分 利用各种方式活作嫌犯 固定证据 解救人质 完成目标 都能获得高分 敌人富有顽抗 在警告无效的情况下 可以使用武器开火 如果随意杀戮 得分就会叫你 甚至打出这种失败 还需要注意你的火力 不要误伤队友和人质 要是偶遇攻击队友 他们会直接击毙你 这位游戏的难度有点高 对于新手而言 如果在不属于机制的情况下 一张地图可能打大半天都过不了 特别是游戏中某些门 写法也加装了半蕾 败然进攻 可能直接将你一波带走 你还需要通过窥门禁 或者清开防门 进行检查和进入半线 同时敌人的反应和枪法 凭准多了 和他们对枪 其实是最糟糕的选择 正确的做法是 利用各种战术道具 来压制和支付嫌犯 如果真打不过 或者想要获得高分 可以多使用低支兵性武器 和弯弹盾牌 给你更大的融作空间 游戏的血条 由左下角角色的受伤图来体现 有点像塔利塔高夫 面对创伤可以进行织袖 来恢复一点血量 不同部位的受伤 会使你的功能或者限制 比如腿中枪就无法踹门 手中枪 厚足力会大幅增加 还会遭遇各种如 视盲 眩晕疼 疼痛等负面效果 游戏秉成了其他战术的游戏的设计 每次行动各种陷阱 目标 敌人和人质出现的位置 都是随机的 那你每局的游戏 都会遭遇不同的情况 甚至刚下车 枪都还没有打稳 大人门口就开始直接交火 要不就是你平时以为 哪有个人质在那儿 暴走经验主义的想法放纵警惕 过去就可能收获一个惊喜 最终在你出现完整个区域 完成所有的任务 就能在本次行动中撤离 通过不断改进和掩面你的战术 进攻路线等 来不断挑战高分 除了我刚才掩饰的封锁嫌犯模式 里面的嫌犯可能只是一些帮派分子 下几下可能就会投降 想要获得高分 尽可能全部逮捕 并且保证击方小队的存活 而另一个突袭行动模式 里面的敌人 变得更加穷凶恶极 基本属于恐怖分子 为此需要做好大量的交火准备 这个模式 比较适合FPS和喜欢追枪的玩家 不抢求逮捕 直接开火就行 接着还有一个随机枪手模式 这个模式是一名枪手 在一个场景中大肆屠杀平民 你的小队需要争奋夺秒 在他杀害更多无辜平民前 将其撤离制服 有点像处置枪击案 或者独当恐袭 炸弹威胁模式 这个难度有点高 我愿意称之为踹门模式 一脚一个门 进去去开火 这个玩法就不再像 刚才出清模式那样 步步为因 完全就是快攻 需要玩家在几分钟的时间内 拆在场景中的多数炸弹 如果时间到了炸弹爆炸 直接失败 最后这个人质危机模式 难度更高 玩起来甚至还需要动脑子 嫌犯劫持了一些平民 一旦他们听到开火声 就会直接杀掉人质 为此玩家需要选择各种消音器 电击器等这样的装备 通过各种障密的侦察和部署 悄然无声的一步步支付嫌犯 最后平安解救人质 从这儿可以看出 游戏不但在系列上交易出产 并且在模式和玩法上 有较强的可玩性 不会单纯几个场景打一遍 就感觉属然无味了 前阶段担任模式 引有了较强的可玩性 如果再忽有几个朋友和你联机 这样大家的装备搭配更为合理 对于战术和细节的交流 也能更好的体验游戏 当然也有可能完成傻屌游戏 如果实在没人陪你玩 还可以在网上和其他玩家联机 遇上特别专业的队友 大家与人交流 玩起来体验其实很好 特别是多人游玩 也还可以获取 队友头位上的摄像机画面 了解此够队友所看的视角 当然对于查队友打黑枪的情况 也能靠这个来当证据 虽然游戏现阶段 还会开放创意工坊 但如今能在网上下载各种MOD游玩 获得更多的角色造型 地图和装备 不过现阶段游戏也有不少BUG 我觉得政策那个机制有很大的问题 里面的人如果不跪下 或者刚好没有带装备 你是不能靠住他的 遇上某些平民 因为一些地形或者其他原因 你嘴都喊麻了 就是不愿意服从 这时候还要讲究文明指法 居然不能强行靠起来 或者用金盏还要扣分 打自己的全服武装的特警 跟一个守护寸铁的平民 出现互相对马的滑稽场面 同时新阶段角色穿模的问题有点严重 特别是敌人和人质混在一起穿模 一开枪直接撩打一大片 而且NPC的角色模型非常少 只有金发茶的大妈 为一套人物可以抓五个一模一样的回去 不知道的还以为洛杉矶特警队 是去逮捕出场的克隆人 目前游戏的墙体穿梭很少 基本只有一部分门的破坏效果 不能指望像其他CQB游戏 有较多的强体破坏玩法 在完成任务后你的评分记录也会出现Bug 要不无法记录 要不记录到别的地图上去了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也是全介绍的武器配件 目前游戏基本属于纯体验的状态 总体来讲 现阶段有延整以待的表现 虽然还有不少需要优化和改动的地方 但在核心的玩法和战术表现上 能看出是一款较为有潜力的作品 如果后期PVP模式的加入 那么很有可能成为一款设计游戏的热门佳作 虽然他看到我一百多 但我个人还是很看好这款游戏 容易对这类题材感兴趣的观众 不妨可以体验一下 感谢观看本期的游戏不止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 可以点赞关注点小铃铛 我是乔一 我们下期再见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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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